在主席台跟我們法務部羅英雪部長有一些爭執 那麼爭執的過程應該讓委員會知道 那麼羅部長拿了一疊這個媒體的社論 來告訴我說現在這個媒體的反應是這樣 那麼我們立法院應該要對事不對人 不要把我們的質詢去扯到個人 那因為立法院的運作各位也知道 我即便是委員會的主席 但是各位委員的發言是獨立的 羅部長對於立委的發言的批評 認為我們對人不對事 顯然指的應該是我個人 因為我作為會議的主席 其實也只能要求我自己 那麼羅部長說他都是對事不對人 這是他在主席台跟我講話的用詞 他都是對事不對人 那麼我們呢都是對人不對事 如果各位記得的話我在上個星期的前天的發言 即便是批評到法務部的新聞稿 即便是羅部長承認那個新聞稿是他說的 但是呢我都強調那個新聞稿是代表了法務部 而不是羅英雪部長個人 如果這個還不叫對事不對人 如果這個還要被指責 如果法務部要用這一點媒體的報導 來約束委員的發言 輿論當然很重要啊 但是如果我們問政的價值要根據輿論的走向 那一般來講這個就叫做民粹 所以我的解讀是 法務部的部長要要求我的發言 要根據媒體的報導作為我發言的取向 我在這邊跟大家說明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雖然我很生氣 但是我並沒有在我的談話裡面表現出怒氣 羅部長現在變成神 變成神之後至少對我們立委來說 我們要抱持對神的尊重來對待這位部長 所以我不敢生氣 雖然憤怒 但是我不敢表現出來 好對不起 花一點時間我們請羅部長 委員我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您剛剛講的這段話 我其實真正的想法是 那個時間幫我扣掉好不好 你要解釋我們在主席台的事情 我們這段時間算是程序發言 不是情序發言 程序不是情緒 我沒有情緒 對不起我聽錯了 我是因為委員一再要我提出名單說那些委員是哪些人 我不想再把一個一個的委員拖進來 我才是說我希望對事不對人 我不是指責委員說對人不對事 這一點我要特別強調說明 就這樣 謝謝 那你拿這一疊 這裡面就是說 就是說明我們為什麼會寫那篇新聞稿 我不想把個人寫進去 所以用這個來說明我們這個大家共同的看法是這樣 好我不花這個質詢的時間 等一下我們會議到一段落再來處理喔 好這個部長我跟您請教 肯亞案發聲之後 國台辦說 中國每年被騙的金額有百億人民幣流到台灣 那麼返還的只有20萬 這個是事實嗎 我要去調資料我才知道 你要去調資料 我們就事論事 我們就事論事 這個事情發生到今天 你讓我講完 你不要不讓我講話 我沒有針對你個人 我是針對法務部 我是針對法務部 讓我講完 你是神你要讓我講話 如果事情發生到今天 國台辦 中國對台灣有這樣嚴厲的指控 這個指控的矛頭其實是針對法務部 說我 中國每年被騙百億人民幣 到現在只還了20萬 那 這個是不是事實 我們到底還了多少錢 我們有沒有還 法務部知不知道 可以說嗎 請說 我們有資料的 我們還的是1675萬 這1675萬 都是跨國詐騙還給中國的 對 那至於說 那我跟妳請教 我給各位看一個表 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百億 我現在我來 因為妳說妳要去了解 我就等妳了解 我跟各位看 這是我昨天跟法務部要的這個資料 那麼法務部呢 這個表是我統計的 法務部給我一疊新聞稿 總共7篇 那我慢慢去把它統計出來 各位可以看在左邊這欄 部長一起看喔 中國反還給台灣的 最早的一筆是中國還給我們的 它是這個法院的判決 還給我們17個被害 還了1100萬 這個單位是台幣啊 不是人民幣 所以呢一直到今年的 到去年的6月29號 還了1252萬 這個都是台灣的被害人 被跨國詐騙 這個錢在中國被抓到 查到 然後呢 還經過他們的法院判決 還給了台灣的被害人 那當然這個並不表示 那就是中國人騙台灣人 有很多是台灣人在中國 這個主謀的詐騙集團 那麼右邊這個叫 台灣返還給中國大陸的 總共呢 還了幾次呢 其實還了三次 如果照這個新聞稿 你們沒有給我別的資料了 就國兩師給我的 三次 這三次都是跨國詐騙 三次還了一千 對不起 129萬1900元 129萬1900元 可是最後 這一篇新聞稿說 我們還了他們1665萬 這個中間的差額是怎麼回事 在立法院等到半夜啊 你比較清楚 你說明 好 跟委員報告喔 因為呢 我們有一筆的這個 呃 款項呢 是那個被害人在大陸呢 他被害之後呢 然後呢 就把錢匯到了金門 然後那天正好是假日 然後我們這個收到 大陸那邊的被害人 就是這是刑事局那邊 在處理的一個案子 就是趕快通報 就是說這筆錢是詐騙的錢 大概有一千五百萬台幣左右 那後來呢我們刑事局的同仁呢 就趕快的跟銀行聯繫 因為那個錢等於還沒有進到銀行賬戶 因為他是在假日 所以呢這個錢後來呢 就用銀行的程序就把它返還出去了 所以呢這也是因為詐騙 我們這個有大陸的人被騙 然後我們通過兩岸的這個司法互助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錢還給了大陸 所以把這個錢匯進來 我要談的重點是 其實即便這個 所以你這個後面你們後來這個沒有發新聞稿 對不對 法務部沒有發新聞稿 沒有 至少你給我的你沒有發新聞稿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重點在這裡 就我們都說喔 說是台灣人是騙這個中國人 的確沒有錯 台灣人去騙中國人其實是居多 所以 中國會這樣的憤怒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各位要 這個包括部長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 好我們現在除了那一千多萬之外 我們就返還了一千 一百二十九萬一千九百元 我們去 把這個跨國詐騙 這個跨國詐騙喔 一百多萬 因為那個是在金門啦 那個根本還沒有進到我們偵辦啦 就已經透過銀行程序就還了 所以我們扣掉那一筆之外 是一百二十九萬一千九百元 沒有錯吧 對不對 其實就是三筆 那所以跟 這個國台辦講的二十萬人民幣啊 其實也差不了太多啦 好那如果假設 這個百億人民幣屬實啊 他說流進台灣 那流進台灣當然是透過各種的管道流進 他不會一筆匯進來 他也不會用漁船把錢載回來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那我要請問的是 那這些錢進了台灣 我們都毫無知覺 我們都不知道他的金流 那這個 這個洗錢啊 他們一定透過 他們這個技術啊 一定沒有那麼簡單 他們會用人頭公司 會用空頭公司去洗錢 把錢洗進來 對不對 層層的轉帳 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洗錢防治是我們調查局 洗錢防治中心在負責 調查局負不負責 這個跨國詐騙案的偵辦 有沒有參與 有 有嗎 那調查局請上來 第二個問題我要請問 我們這幾年偵辦跨國詐騙案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公安他們最在意的 絕對不是我們判刑輕重啊 他們反覆這幾年反覆跟我們要求的 反覆跟我們要求的 就是 是什麼呢 是到底我的被害者的這個錢 能不能追得回來 這是一個重點 這幾年 跟你們國兩司反覆的討論 反覆的要求 就是這個 但是有沒有結果呢 這個結果就是 今天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為什麼會這樣 你們有沒有去探究為什麼會這樣 我先回答 好 跟委員報告喔 目前喔 這種從大陸騙到的錢進到台灣喔 他的程序是這樣 他們在大陸 因為大家知道人多 我們的了解是 他們去買人頭帳戶的人 是提著一個麻袋 到大陸的農村去 取得他們的一些身份證的資料 然後去銀行開戶 取了大量的人頭帳戶 然後之後呢 一筆錢進到了某一個帳戶之後呢 層層轉帳 我們曾經查過是七層的轉帳 一筆錢假設是一億的話 可能轉了七次以後 散佈到可能一百張一千張的銀聯卡 然後這一千張銀聯卡 同時進到了台灣 然後全省的這個車手呢 一次把錢從ATM通通領走了 瞬間的 所以呢 當大陸通知我們說 他們有一個被害人的錢 進到了台灣 有時間差對不對 然後我們去處理的時候 這個我都知道 但是我的重點在 第一個 這幾年你們 這個中國大陸到台灣來 各個中國政府啊 反覆的要求 你們有開過三次會對不對 據你們給我的資料 你們小組開過三次會 這三次會 我請問調查局有沒有參加過 沒有 沒有 調查局有沒有被檢察官要求 要參與偵辦金流 有沒有 我們的洗錢防治術是負責清理清查這個 洗這個經濟的領強 有沒有被要求參與偵辦 法務部有邀請調查局的 洗錢防治術有參與 是法務部要求 還是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要求 你確實跟我說明 應該是檢察官 應該是檢察官 你知道不知道 你確實知道嗎 我不確定 你不確定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邊講 蛤 你確定嗎 你去舉一個實例出來給我看 你現在回去問 你就問洗錢防治處 現在去問 部長你去問啊 你問回來告訴我啊 你們都跟誰學的啊 在那邊信口開河 我再請教另外一個問題 好 如果這個關鍵 是在追贓 因為坦白講 我們想像被害人的心情 包括不管在哪裡 台灣 或是中國大陸 我今天被騙了兩百萬 你把那個騙我的人判死刑 我這兩百萬回得來回不來 才是重點 對不對 否則對我一點幫助都沒有 除了謝憤之外 好 這些 除了那個一千多萬之外 這一百二十九萬 一千九百元 是我們所有找到的 這個贓款嗎 這幾個案子 是嗎 委員我跟您報告 這是派決確定的 法官那個裁判裡面 說要發還給被害人的 裁判裡面要發還給被害人 那如果裁判裡面沒有發還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們現在抓到了這個車手身上的 張款 你們現在是一般 每一個地檢署 每一個檢察官 他們處理的實力都一樣嗎 這個是牽涉到我們在這個 現在在談那個刑事審訊 沒收的部分嘛 對不對 好 那個我們還沒有修法之前 是你們檢察官決定 如果法官沒有御令交還 你們怎麼處理 犯罪所得沒入 這個要看那個 每一個執行科的檢察官 他的決定 每一個檢察官不同的決定 這個問題就來了 這就是第二個重點 等一下委員 如果是沒收的話 是要依照法官的判決 來做處理的 那如果不是沒收 他一樣可以返還給被害人對不對 對 那是每一個檢察官自己決定嗎 不是他也要看券裡面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剛剛有跟委員報告 這個銀聯卡 他是轉了很多很多層 他散出來 散了上百張 然後我們要找到被害人 要從這一百張一千張 往上一直去追到那個頭 是 這個就是重點嘛 就是今天中國的做法 他是反正你可能有一千個被害人 但是我今天進入法院派 你如果說來公我查到是五百個 我就把這個錢 照比例分給這五百個 委員我跟你報告 那個被害人是在最上頭的那一個 然後我們要從這一千張 我知道了 一個查一個查 我知道了 有時候會查不到被害人 所以重點 我要問的重點 你們要去查被害人 這個被害人在中國大陸 我們有透過司法付出協議 在中國大陸對不對 對 然後有請求大陸幫我們去查 有 如果查不到的話 這個錢怎麼處理 就是你現在返還這個 都是查得到被害人 就公告 依照我們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只能公告 然後被害人三個月之內要來領 如果真的沒有被害人的話 就只好變成國庫的 對 這是法律的規定 所以我們的重點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查不到被害人 這個錢就會變成國庫的 這個因為這樣繳褲的 就是我講這個跨國詐騙 繳褲的金額有多少 我問法院 法院說不知道了 我還要跟你補 我問財政部財政部說不知道了 那你們法務部有沒有去統計 我們法務部我們私是沒有辦法 做個案統計 那我請問一個問題 我請問一個問題 我請問一個問題 好 你們都知道問題在這邊 好 你跟我說這是法律的規定 你跟我說這個每一個檢察官可能有不同的判斷 我所聽到的實務的狀況 這個錢要發還是他們領完為止 或者是照比例去分配 或者是每一個檢察官都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有一個重點是 你是法務部 在我們修法之前 你就這個部分 法務部怎麼處理 其實你們要有一個一致的態度 你們要找出問題 要希望尋求突破 你們做了什麼樣的尋求突破的解決的這個方案 沒有 沒有啊 所以我坦白說我聽到的到現在的感受 法務部只把責任推給別人 好 怪法院說你這個把人就放走了 然後呢你也不去處理說好今天這個追贓最重要的部分 我在作為上還可以去怎麼做 報告委員我們很努力在修刑法 我們也通過了就關於沒收的規定 本來沒收如果是在第三人名下是不可以單獨沒收 或者說案件因故無法終結是沒有辦法沒收 我們把這個都修法修完 沒收沒有法務部的版本啊 有啊 沒有啊 刑法裡面是我們提的 刑訴是司法院 是司法院提的 對我們其實98年就提了 這個要沒收的條文要加進去 然後能夠沒收 而且即使是這樣 法院對什麼叫犯罪所得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有時候檢察官認為是犯罪所得 法官不認同 所以這個實際上要發還的時候 我們雖然知道扣到多少錢 但是被害人有多少 也要確定才能夠所謂比例發還 所以這程序其實是很冗長的 我當知道這個過程當然是很複雜不好追 所以我們很難去追 但是法務部有沒有竭盡所能 善用每一個工具 我剛才問了調查局的洗錢這個防治 你們在追詐騙的時候有沒有參與 有沒有 你問了之後有沒有 沒有 正在查 正在回你話 其實檢察官在 對不起我站了大家太多時間 檢察官在追這些案子的時候 其實不太往上游去追 因為不好追 那真正的會奉命去辦的 大概是刑事警察局 但是刑事警察局呢 不是洗錢防治的這個主管的單位 是調查局 調查局可以掌握金流 調查局不辦跨國詐騙案 調查局不辦跨國詐騙案 所以這就是你法務部的工具 你有沒有真正去了解 你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那你現在叫一個 不斷被要求的單位 大陸的公安部過來 中國的公安部過來就是要求國兩師啊 就是你們啊 就是代副市長就是你們啊 要求什麼 要求你們要能夠去建立這個追張的制度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兩岸的這個小組是你們負責嘛 開了三次會嘛 結果你們讓一個 其實是要擔負直接責任的單位 今天出發去跟他們談 如果可以談得出結果 這三次就會有結果 但是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嘛 你們國兩師沒有那個能力去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其實是沒有法制的問題 這個我們還在努力中 這是法制的問題 你們 從 2013年到現在 三年的時間 沒有找出辦法 因為犯罪手法也一直在變 你會告訴我說 你說這次回來就會有結果嗎 不敢講 不敢講 因為現在要談的 因為你們國兩師負責了三年 這三年其實毫無成效 這個成效就是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表 所以你要告訴我說 因為這一次你們去了 就會有成果 坦白講 你自己也說不一定會有 那我不曉得 你們這一次去 可以帶回來給我們什麼 要注意喔 不是過去的這兩個案子而已 未來 你都告訴我說 你們要有效打擊犯罪 那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 關鍵是在金流 你要告訴我們說 金流你要怎麼突破 這個就是重點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張鴻路委員 不好意思 主席我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張委員好 部長 我請問一下 我們法務部有頒定一個 為了加強茶器 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之犯罪行為 然後呢 這邊啊 知恐慌 並未防止電話詐欺恐嚇犯罪氾 損傷政府公權利 公信力 我們頒定了一個 檢查機關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實施計畫 是 貴部有這個計畫嘛 是 那已經好幾年了 對 那成效如何 呃 每一年我們都會提 請他們去這個 來 我們有請他們彙整資料吧 不是 不是啊 部長成效如何 其實成效很多是顯示在 那個食安問題上面 食安問題也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 設計民安 食安問題只是其中的之一 對 其中之一 還有環保案件 就是像污染啊這些的這個案件 還有這個 呃 當然詐欺也是其中之一 你說什麼還有環保 對 就是污染 環境污染的這些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我的印象好像有 你確定嗎 這應該是法務部的 重點工作之一吧 我們是定計畫 但是下面執行室檢察機關 不 我當然知道執行不是部長您啊 但這是不是一個 貴部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重點計畫 是 是嘛對不對 是 那你確定有環保嗎 我再確定 我等一下 你確定有嗎 我們同仁在查 蛤 我跟你講 裡面的內容 我手頭上你們法務部自己的資料 是沒有環保 齁 你也不用查了 齁 部長這是你的重點計畫 然後你對 裡面的內容 你竟然還這麼不清楚 這點齁 我覺得 可能齁 要加強啦 齁 那我要請問一下 齁 這裡面的 你們的 結果如何 成效如何 有很多 像打擊死案問題的那一個 那好 我們縮小範圍好不好 我們就針對裡面之一個的 網路電話簡訊詐欺 這裡面的成效如何 是要提數字嗎 我沒有叫你提數字 成效如何 去看 過了 你 我選擇